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故事已经讲了三个了 对不对 我们讲了两集露露拉拉 讲了一集香草魔女 今天要再跟大家 这叫试月试读试听 试听的是月之秋魔法宝石店 月之秋魔法宝石你一听就知道了 我们前面有食物的魔法 香草的魔法 这一次要轮到宝石了 到底故事会怎么样发展呢 我们来听听看月之秋魔法宝石店的第一集 魔女波儿与幸运宝石 小魔女波儿的外表啊 就像是一个小学生 大概就是像小妹那样小小的 可是她其实在魔女的世界里 是已经到了足够的年纪 可以出社会工作了 为世界贡献一己之力的年纪了 所以她骑着她的扫帚 已经离开家四处找工作了 可是她的求职之路 非常的不顺利 哎呦好难找工作 不是喜欢的工作不肯录取她 就是愿意雇佣她的工作 她又觉得并不是很适合自己 就在这么样泄气的时候 她在一间很喜欢的咖啡厅里面 随便翻阅了 在书架上面有一份魔女求职报 什么叫求职报呢 是一种刊登印针资讯的报纸 我们现代人找工作 现在已经慢慢变成 从什么104啊1111 就是从网络上面来找工作了 不过以前传统的 还是会印在报纸上面的一个 专门把所有的工作 集中在一起的求职栏 波儿注意到了 有一段文字耶 本球职报师家 能百分百找出 最适合您的工作 素配魔法 只要拿起本报 就能为您介绍您 命中注定应该从事的职业 只要你拿了这份报纸 它就会自己告诉你 你适合的职业 而且还是命中注定的职业 是哪一个 那这个素配魔法真的很厉害耶 波儿相信了这段话 它就拿起报纸 果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报纸上面原本啊 密密麻麻的写了 各式各样的店家 或者是公司名称的文字 下一秒就消失的 无影无踪耶 波儿 波儿是小笔 哇 这就是素配魔法 真的会只留下 适合我的工作耶 不适合的就会通通消失 刚开始 波儿好开心哦 他满怀期待的 来看这份报纸 可是第一页通通变成白的了 他就翻到第二页 第二页也通通变白了 怎么会这样 他就只好再翻第三页 第三页也全都是白的了耶 怎么会这样 这个素配魔法是便宜货吧 它这是不是秀的 当他满怀疑惑的时候 突然发现 有一个工作 没有消失 没有变空白的了 整份报纸 就只有那么一个工作 月之秋魔法宝石店 成真一名符合 我方条件的魔女 请随时来面试 你好 请问有人在吗 到了那个月之秋魔法宝石店的门口 波儿轻轻地把门推开 哎哟 这门也没有锁 里面也黑漆漆地外面 也脏乎乎地 怎么回事啊 门都不锁 如果宝石被掏走 怎么办啊 大大姑娘 你有什么贵事 你有什么贵事 就是你有什么要紧 是要找我吗 以前人都是这样讲的 有何贵干 波儿听到这个声音 吓得赶快转过头 实在跟我说话 只见店面这里面 有一片青蛾绒的布帘 有一个小动物的身影 从布帘的后方走了出来耶 当波儿仔细地看清楚对方的模样之后 他忍不住瞪大了双眼 因为那是一只除了耳朵眼睛和四肢是黑色之外 全身都白的小熊猫 他这个时候还用两只脚站立着走路 还会说话呢 哇 好可爱是熊猫耶 我最惨的人家说的可爱 就是因为叫我才不想见任何人 本大爷一点都不可爱 他怎么会说出本大爷这样的话 他是到底有多生气啊 那是因为我被一个诅咒害了才会变熊猫 你到底有什么事啦 小熊猫很生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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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找工作的 对哈 不要忘了他刚刚有看到那个求职报嘛 一些素配魔法吧 他素配来的呀 哦 哦 你是来面试的 好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这 这 这么快吗 对啊 我有一百个问题要问你耶 那么多问题问完都天黑了 还不赶快开始 小熊猫真的非常的不耐烦 但是如果有一百道题目要问的话 确实赶快开始吧 那 那小熊猫你来面试我吗 对 而且不要再叫本大爷小熊猫了 你怎么又跑出了台湾狗椅了啦 啊 不要叫你小熊猫 叫你什么 本大爷有一个很棒的名字 叫安伯 是我的主人 是天才珠宝供应师赛勒尼安斯斯大人的猫 这句真的太难了 有太多男子了 我帮他念好了 是天才珠宝供应师赛勒尼安斯大人 帮他取的 而赛勒尼斯大人呢 就是他的主人 他是那个工艺师的仆猫 仆人猫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是小熊猫的模样啊 哎呀 原来他曾经被人家用咒语诅咒了之后 就从一个很漂亮的毛色漆黑像黑叶 还有一对金色帅气的眼睛的黑猫变成了小熊猫 他以前的名字就叫做安伯 那么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做伯尔 好地多尔 伯尔 好的木啊 伯尔 第一大题目是 你是不是端庄俏丽 我超级俏丽 我觉得这一题要打叉 小笔被打叉了 他不够端庄俏丽 第二题 你的身高高不高 呃 这一题也打叉 第三题 那你擅长做菜吗 我很会做蛋包饭 到底为什么这些题目都刚好问这种小笔不会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书上真的是这样写的 总而言之 把所有的问题问完 不是有一百个问题吗 他这个又六十几题都是差 只有不到一半的圈 真是糟糕 认识我了 终于问到第一百题了 老实说第一百题才是最重要的 就算前面偷偷的视察 只要最爱题得到圈 你就会通过 那最后一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还没来得及问出第一百题 突然 门铃又响了 有另外一位魔女走进来了 啊 你们好 我叫做陆丽 请多多指教 今天你们有营业真是太好了 每次我经过都看你们的电黑漆漆的 连灯都没开 呃 其实我不是来买卖宝石的 我是有一个手势想要修复 请问这里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吗 安博一脸神气的点点头 哎呀 你好可爱哦 你也是店员吗 不要再叫本大爷可爱了 我是店猫 就在安博这样大吵大闹的时候 不连后方传来了一个女性的声音耶 安博 你在吵什么呀 安静一点 难道是有客人上门了吗 距离上一位客人造访已经一百年了吧 快让我瞧瞧 安博立刻挺直了背脊 走向店面最里处 拉开了盖住墙壁的那一个天鹅绒的不连 那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肖像画耶 博尔和后来走进来的魔女 陆立看到了那幅画之后啊 歪着头对望 这个画好像在哪里看过耶 哦 对了 是在魔女学校上学的时候 在魔女的历史这个课本看到的 博尔说完 陆立也点点头 啊 我也想起来了 这幅画就是魔女的历史课本里的那张图 这个人是坏魔女啊 叫什么 嗯 叫什么名字呢 哦 我知道了 她叫做赛勒尼斯 坏魔女赛勒尼斯 是五百年前确切活在这个世上的魔女哦 她呢 手艺精湛 才华洋溢 她制作的珠宝首饰 现在都还在美术馆展出呢 不过她空有才华啊 心肠却不是很好 根据历史课本的描述 她坏心眼 完全没有同情心 也不会关怀别人 据说她最后 彻底地把大家都惹恼了 遭受处罚 被囚禁在画里 塞勒尼斯转过头 对着陆立和波尔很不高兴地说 够了 你们两个可以不要在我面前批评我吗 还有这位小姐陆立是吧 你想要修复什么东西 是参加宴会用的王冠 还是加冕用的 还是勋章啊 快点把你带来的珠宝给我看看吧 塞勒尼斯说完 就看见安博拿了一个华丽的托盘走来 地向陆立 那个托盘啊 是银色的 里面铺着光滑的黑色天鹅绒 陆立就把刚刚带来的树口袋 倒了过来 晃了一晃 许多里面的宝石啊 就噼里啪啦的 滚落在了这个托盘上 哇 好漂亮哦 陆立的宝石全部都是不到一公分的小宝石哦 几乎是珍珠 但是也有一些亮晶晶红色粉红色的宝石 每一颗宝石都有打孔 看起来是要串成一串的 不过看到了这些宝石 塞勒尼斯和安博却突然一脸的不高兴 哎 这是哪来的便宜货 小熊猫说的是对的 陆立 我看你去其他家宝石店吧 我们月之秋魔法宝石店 可不是修复你这种小又无趣珠宝的店 我们服务的对象 只限国王公主侯爵伯爵这种身份显赫的贵客 虽然被这样讲了 不过陆立没有打退堂鼓 可是这附近已经没有其他的宝石店了 而且这是很特别的首饰哦 原本上面是有非常棒的魔法 可惜现在已经断裂了 原本的魔法也消失了 这么小刻的宝石还能有什么魔法 是很厉害的魔法哦 可以帮人实现任何的梦想或愿望 很多魔女收到这条手链之后都实现了梦想 然后再把这条手链送给下一个人 我也是去年才收到的 可以实现梦想或愿望吗 哦 那真是太好了 坏魔女和小猫熊同时扬起了一脸狡诈的表情 彼此对望 那你愿意帮我修这条手链了吗 你们两个猜 他们会接这个case吗 不会 应该会接吧 因为他们这样就可以解除 他们身上那个诅咒了啊 对啊 假设他们真的修好了 这条手链的话 就可以站为己有 然后把自己身上的那个诅咒解除了 小熊猫也可以不要再当小熊猫了 本大爷一直很不高兴 对不对 所以究竟他们有没有接这个案子 那接了以后又修得好还是修不好呢 而最未来应征的小魔女波尔 又跟这个宝石店 还有这串手链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后续啊就要读读本才知道咯 跟大家说的故事是来自于 月之秋魔法宝石店的第一集的前面一点点 角魔女波尔与幸运宝石 欢迎小朋友们可以翻翻看这本书 我们的小书团里面也有特价优惠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拜拜 下次再见 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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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